继续看到的是产业焦点 鸿海集团年度科技日活动周二正式的登场了 今年的一大重点就是AI伺服器的产品 尤其外界就聚焦灰达旗下的Black Whale 第四季将正式的出货了 董事长刘洋伟强调 供应链已经准备好了 更首度曝光 在墨西哥建造巨大的AI工厂 乐观看待第四季的营运表现 公寒科技日开场影片以AI数据中心作为主角 正式宣布将出货挥达GB200超级晶片 董事长刘洋伟更说供应链准备好了 Gb200量产版伺服器机柜 首度对外正式公开 有比单一采用液冷或气冷 以混合散热方式达到高效降温效果 鸿海布局AI关键零组件模组散热技术 如今正打造全球最大AI工厂 地点就在墨西哥 Black Whale这边就像这个 Jensen讲的 就是crazy the demand is crazy 墨西哥建造了一个 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工厂 那个工厂的capacity 也是非常非常巨大 虽然今年回答CEO黄仁勋未能到场 但由回答副总裁塔拉出席 冲谈下一波产业革命 外传不仅GB200 像世代的GB300晶片洪海也将拿下大单 GB200来讲除了GPU CPU之外 我们的这个components 大概在介于80%到90%中间 所以我们垂直整合率是非常高的 我相信这个系统的这种相关的厂商 它一定会跟我们会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科技日大展最新技术 融入深程式AI应用 Google姐妹公司 Intrinsic 西门子 波士顿高层 创谈数位软身系统 加速下世代机器人产业革命 也将与鸿海合作 另外次世代卫星6G通讯网络 鸿海找上顶尖企业Bayless 预告太空产业不缺席 Sovity的AI就是它 里面有很多跟国家非常机密的 这些相关的资讯在里 未来Server的制造 会在当地国家制造 给当地国家用 年度科技日 新颖超过2000位媒体法人产业人士到场 国际媒体CNBC彭博法新社也派员采访 逐渐国际高度重视 新唐人亚特电视程辉莫沈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 1,2,3,4,5,3,4、5,5,3,5,3,5,3,4,5,4,3,5,5,4,2,5,3,6,4,2,6,4,5,1